大家好 歡迎來到家和 家和是加拿大的註冊慈善組織 是安省唯一一個為華人而設的家庭服務中心 大家好 歡迎回到家和 都一如既往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來加拿大或者安省的新的新聞 或者怎樣可以影響到 剛剛來到的新的香港人 因為大家都經過加港九星星計劃 都來了很多香港人 現在已經10月了 越來越多香港人 街道都越來越廣東話聽到 所以在今天10月21日 勞工廳廳的麥諾頓 公布了一個新的政策 安省的勞工廳 就是立法會令新的移民 更加容易找到一些專業的職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現在處理一條法案 就是希望可以阻止一些監管機構 要求新移民 必須先有加拿大工作經驗 才可以拿到一些工作的職位 或者執照 他也說這個法例 其實是希望用英語測試的標準化 希望這麼快可以拿到申請這些專業職位 因為其實今天這個記者會有講到 他說原來我們移民裡面 只有25%的人 可以做和以前他們還沒移民之前 可以做相關的職位 他覺得這件事其實很不公平 因為他們來到加拿大 其實都是為了改善生活 但是來到可能都要由低造起 因為你都知道是一個很不知怎樣的循環 你沒有工作經驗又找不到工作 然後又沒有工作經驗又找不到工作 這樣的循環 令到很多新移民其實是很卻步 或者他們很難可以去找回 他們改善到生活的一個薪金 所以他就提出了這個法案 今天政府就希望他在安省議會通過 因為其實他也提到這個安省 其實現在是有勞工捐缺的問題 是有293,000份工作的短缺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需要很多人的人 或者是專才去填補這些空缺 但是這個建議的立法 其實他就會將一些工程師、建築師、教師 會計師、社會工作或者發牌機構 就會去監管 但是就不會去監管醫療業的 例如是醫生、護士、執照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要跟回他們現在 就是安省那些科學 那些professional college 那些的 怎樣去發牌其實都可以給他們 因為其實醫療這件事都是很專門 所以也是為了保障我們對於 你也知道醫療系統的專業程度 所以就要去保障這樣 但是其他呢 比如剛才說到的工程師、建築師那些 他們就想去立法去 希望可以保障一些新移民 都可以找到這個工作機會 那你都除了這些白領之外 藍領也都有在這個立法的條 法案上都想包括的 包括電工、水電工 或者起重工程師 這些呢 他希望這些professional college 這些機構 可以豁免加拿大工作經驗 就可以令到一些新移民更加容易找工作的 那我今天帶回這個議題 就是因為 其實很多人 真的有香港很多人來 都很害怕 哎呀 是不是要做低造器 要洗碗造器 要試鏡造器 這些問題我們家和 其實每一天都回答很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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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這個法案的好處呢 就是他真是針對現在有人沒有工作 有工沒有人做 這個社會問題 那就令到本身已經 已經等不及有工人開工的僱主 可以容易些請到人 也都等不及去開飯的新移民 就可以容易些找到工作 但是他有一個弊病 我個人見到呢 就是他可以叫人家快速地 就是減滿了 譬如說你plumber electrician 就是水喉工啊 電工程的技術員 這些通常要你拿千多個小時的 local experience 才可以簽得到一個牌子 那他可以叫他 就是減免了這一方面的工時那個requirement 令到他可以快些拿牌子 但是他有一件事做不到的呢 就是不可以令到牌局快些做事 我們so far 就像Brian這樣說 我們在金箱塔裡面 聽到很多很多香港人要過來 又或者家學本身做了 三十多年的社會的工作 其實都有我們的新移民服務部 都知道在過去幾十年來講 很多時候都是 就算是教師或護士 就是很多很多十年的經驗過來 都是做不回來 因為等不及牌局批 現在已經不是在說 我批不批你 因為你夠不夠那千多個小時的 本地工時的關係 即是他要做一個assessment 那個equivalency assessment Nursus是最碎鬼的 就是年幾兩年都做不到的 是不是 就是浪費了很多人才 那有些人就會批評 這個policy 就有一點點不適合時宜 就是因為現在最需要的 就是醫護界的員工 是specifically 是不包括醫生和護士的 那好像Brian這樣講 其實我給大家同意 因為這些是性命有關的職業 那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同的 教育系統 訓練系統裏面 醫生護士那個能力 真的差可以很遠 那如果當你把自己的命 或者你家人 你愛的人的命 擺在手術桌上 那時候呢 你就會希望那個人的訓練 是到位一些 那這一方面呢 就沒有包括到 都可以理解了 但是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欠缺 可以補足回 在這個新法例裏面 我覺得就是 你怎樣可以 Empower 到這些 我們叫做 regulatory bodies 譬如老師就是那個老師的牌照 會計師就是會計師的牌照 怎麼可以Empower 他們 令到他們多些人手 或者 切到一些red tape 可以快速些 去審核這些 cases呢 就算已經take away 那個工時的requirement 是不是有別的東西 可以幫他 令到他快些做到 而不是我等年紀 才可以做到 第一份自己有排的工呢 那年紀的時候 家人一家大小 靠一個人養 吃什麼呢 是不是真的要去洗碗呢 送pizza 做試飲 做試飲 做了年紀 然後磨蝕自己的意志 還有沒有 是不是 就是這個motivation 去進入這一行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都是的 而且我聽說很多 譬如有些醫療行業 我聽說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香港做放射師這樣 那其實他 這裡放射師的排的requirement 其實一定是要PR才可以拿到的 那所以他就 來到一到步 其實就不可以馬上做放射師了 可能要做回 其他相似的醫療行業先 或者他 最簡單 就算他是連讀書都讀不到 因為都是要PR才可以讀到的 一些課程的話 那可能都要做回 其他做去 藥劑師 藥局那些technician 或者pharmacy technician 那些這樣的事情 去進入這一行 所以其實都見到 他們想剪這個requiretip 是有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真的很缺這個老公 其實無論是男嬰也好 白嬰也好 其實真的很缺 所以他們真的是 希望盡快可以幫這些新移民 可以重頭到職場 可以幫我們貢獻一下加拿大的經濟 安省經濟 這次就是 另外就是剛才你說的 是醫療職系那方面的問題 我記得我們經常都跟危醫生說話 他之前都講過 有分享怎樣可以跟外國的醫生 香港的醫生怎樣可以拿回加拿大的牌 其實他說 除了譬如 技術上 醫療技術上的東西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譬如他說 他見到一個case就是 在香港你的醫生 其實他們通常需要在哪裏呢 在那些醫療道德的問題 他們覺得很難去回答 因為可能 即是很難考那句 是 很難考那句 是 很難考那句 所以都明白爲什麽這次這個法案 他就覺得醫療的體系 都是需要去保護多些 可能真是每一道地方 除了真的技術上去醫人的技術 是有參差之外 其實可能在加拿大來說 我們的醫療體系的道德 倫理道德那些case 可能他們真的要在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時間 在醫院 或者醫療體系的生活了一段時間 去觀察到究竟那些triage的系統 去分回他們的priority 如何去醫治人 然後譬如 你說真的很簡單 醫療道德那些東西 那其實 可能真的要在社會生活得久了 你才會知道 究竟加拿大的標準是怎樣 是有同意 因為其實不是 這個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都不是 是移民的國家 好像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美國 這些是移民的國家 是不是本身它只有原住民 就是很少數很少數 絕大部份現在見到的所謂 majority 和visible minority 其實都是 移民 是吞併別人 借別人的土地 是啊 借別人的土地 是的 所以如果本身你是文明古國 或者哪裡都好 只是熟悉一種文化 這樣去生活的話 就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是不相信某些東西 就是不是說 只是說我吃中藥 不吃西藥 或者吃中藥 那陣子不吃西藥之類的東西 是說有些原住民 是不是 他真的不相信科學 他認為 就是他跟他大自然的connection 他小小小都這麼strong 他會覺得有些石 有些草本 有些空氣 有些光線 是會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所以他比較抗拒 譬如說打疫苗 是啊 也都有一些真是宗教 是不是 就是不肯輸血 不肯用器官 是的 那這些都是在加拿大來講 很多林林總總 我們自己來了這麼多年 都不是會清楚的東西 確實在那個ethics 那個paper裡面考 就是本身是unicultural的人 是會難一些 是啊 你都說得很對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 我來到加拿大之後 都是聽一些做醫療體系的朋友 才會聽到 譬如原來真的有一些宗教 是不可以輸血的 不可以打針的 其實這些東西是 因為我們以前在香港 其實很難會聽到 就說原來真的有一些宗教 是不可以去接受器官 災眼輸血的東西 剛才你說到原住民 那個議題都很好 我們現在都是在說原住民 即現在可能我們的疫苗護照 那些東西 其實都開始推行 很多一些 譬如學校 醫院機構 又或者政府機構 他們去處理一些究竟那些exemption 就是豁免的申請的時候 其實究竟我們那個準則是怎麼樣 就是很多時候 反對又或者不想打疫苗的人 他們可能不是因為身體的原因 去不打 他們真的可能是宗教 又或者他們本身的文化影響 他們覺得不想打 不需要打 那在處理一些豁免申請的時候 其實這些這樣的學院 學校 他們都會去考慮 就是人權這個問題 我們都在說 所以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 在醫療體系裡面 就是需要注意這個 所以其實 我覺得保持這個 醫療體系的專業 其實都是一個 是需要的 是啊 但是有些事情 就不只是跟醫療體系有關 你好像你說 其實真的要來到加拿大 有差不多 然後 了解到那個文化 宗教 還有所有那個多元性的背景 才可以做得好份工 所以就算你說 我現在真的豁免了 譬如我做一些文職的 license professional 是不是 就是匯計師 工程師之類的東西 跟醫療無關 但是 是不是就是等於 我可以 一落地就做得好呢 就是 給你一個牌子 是一件事 可不可以保持得到 你的牌子 也是另外一件事 是不是 就算你真的可以 過這麼艱砂 很快的 他們幫你 process 是沒有了一些 red tape 也都不用儲了一千幾個小時 因為你已經有二十年經驗了 是不是 你拿到那個牌子在手的時候 你會不會 適合 你那個僱主的設定呢 你會不會適合你的sector呢 會不會 你在你的原居地 做一個工程師 有一些 rules 是可以禁止的 會不會是有一些 什麼國式的標準 是不是 又或者 經過一些東西 你可以拿 而不用有 consequences 那就是 又或者 那個 reporting 系統是什麼 就好像我們社福界 經常說 duty to report 什麼時候一定要報警 是不是 就算同一件事 是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物 報了很多次 也都報了營同會 也都報了很多次 但是你一樣 是不捨得 你一定要報 那這些 和很多人的遠居地 就是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就算 我們身為 新移民服務機構 都很想在這一方面 就勸一下大家 就算你真的拿到那個牌子 你in order to keep好你的份工 而不被人釘牌 是不是 這個是你的飯碗 你不被人釘牌 你真的應該 不要怕吃虧 落到地的時候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你沒有牌子的時候 你去回 你本身想服務那個service sector 是找一些 在旁邊有關的工作做一下 又或者做一下義工 去understand一下 別人的工作場所需要 本地的服務對象的需要 以及本地的服務僱主的需要 以及它的難處 如果是譬如是工程師的 他收錢一定是那個fixed的 the hourly rate的 為什麼和為什麼 也都不可以怎樣 profit sharing 不可以怎樣 on top收 就是commercialize 那個product 之類的東西 又或者社會界 有什麼confidentiality的requirements 你要follow 有什麼duty to report的requirements 要follow 你的僱主其實那些錢 哪裏來的 most likely就是捐款 或者是政府 資助 是不是 在寫立常錢 寫公家錢 是不是 就是這樣的understanding 是很幫助大家 去keep到一份工 就是拿牌是一件事 keep不keep到一份工是一件事 還有呢 你找不找到工 都是另外一件事 是不是 他就給了一個牌子 但是你沒有本地經驗 這個法例 不是規定 那些僱主可以說 你沒有本地經驗 不請你去法法 其實都不是 是不是 不是的 其實他只是希望幫一些新移民 去容易些去拿這些牌子 然後從而去找多些 就是更加容易去找工 其實講到快側 其實勞工 部部長 他都說快側是兩年之後才會實施的 因為其實這條法案還沒有通過 其實所以 兩年之後這個政府都不知道是否 是的 其實兩年之後 其實下年六月都選舉了 所以兩年之後政府都不知道是否在 所以就 如果有 對於大家來講 當然有好消息 但是因為現在其實香港人都 一機機來著 所以都要準備一下 就是剛才Anna所說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想進入自己本項 就是要去側間那些去做移工 一來到就真的不需要去怕撤底 我覺得真的這件事 因為第一次的工作經驗 本地工作經驗到現在都很重要 在加拿大 我自己都是親身經驗到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進入那一項 你就可以去做相關的事情 然後只要你有本地經驗 你自己再覺得有本地讀書就更加好 然後就可以去集下一步 就是這樣 是的 因為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 是不是沒有本地經驗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又沒有本地經驗 等於那些人經常說 為什麼銀行要逼我入本地的credit history 才可以伸你credit card 我沒有credit card怎麼可以credit history 其實都是一樣的 銀行那方面就開始做些debit card出來 給你做credit history 政府那裡現在希望推到這個法案 大家可以overcome這個barrier 但是真的遠水不能夠近火 大哥 兩年之後那個法案 說不定胎死腹中 因為轉了government 是的 但是現階段大家都要找食 是不是一家大小默默口 等著你 你可以怎樣幫他找食 你的本地經驗 就是來自於不怕撕底 做一些低層的工作 就是和你的工作有關 但是不在你原本的level的工作 又或者很多時候是義工 那義工的好處就是容易找 是不是 你沒有牌子 你不是要求一個薪金 你容易找 然後它可以給你reference 很多時候你那個僱主的reference 你不知道它在行頭裡面 那個壓力有多深 是不是 可能你真是搏中一隻好東西 然後之後很多年你都可以受惠的 有這樣的可能 也有些人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找開二十多萬一個月 我不會 take anything less than that 是不是 那變成我不會 settle for less 你們欺負香港人 我等到有才做 那那個惡性循環就是你不會等到 你不會等到 然後就沒有 你要explain employment gap 越來越長 越來越難自圓其說 那到時你是 就是由二十萬到十二萬 到八萬都真的沒有人請 到四萬都真的沒有人請 因為別人覺得 那個錢我可以請一個 Local 的 有英過你又fresh過你 又熟悉這裡的東西 還有本地經驗 我為什麼要請你呢 所以怕虧底到來 就到頭來是真的很虧底 是啊 所以這裡我們要買一買廣告 就是交給我的YouTube Channel 其實不是現在開始做的 其實大半年前已經開始做 不同角色各樣的職業的道具 我們一年anniversary 是啊 所以真的是一年 已經一路開始在做的時候 其實網上也有很多資源可以給大家 當然交和也有 現在是整理了不同的playlist 不同的類別 那大家都可以空而找到 還有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遲些交和可能有些職業的教學 怎樣可以在加拿大 在安省可以教你找到工作 或者可以怎樣可以 之後我們會有更多的資源 可以給大家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這個法案都可以早點通過 可以令到大家新移民的 大家都可以早點找到 從頭這個專業的職場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 下次再見 按摩 訂閱 按摩 按摩 garder 書